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男子被人砍掉头颅 变成无头骑士,残害百姓的故事 断头骨 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的美国 年轻的警察克莱恩被派去断头骨 查一宗案件 案件的主人公有三个 富豪范加勒父子以及一个寡妇 三人全部砍下头颅,死于非命 而且他们的头都不见了 克莱恩立马奔赴断头骨查案 可是闭塞的村民一看来了陌生人 纷纷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于是,克莱恩去到富豪范塔索家求助 并遇见了范塔索的女儿卡翠娜 还被他误打误撞地亲了一下 富豪范塔索白手起家 曾经受了范加勒一家的恩惠 才有了如今这番成就 所以他很乐意帮克莱恩的忙 范塔索告诉克莱恩关于断头骨的传说 从前这里有个可怕的黑森雇佣兵 他有一匹叫做不怕死的黑色战马 雇佣兵在战场上驰骋 砍下人头无数 这也让他树敌不少 大家一起围剿将他赶去了西部的山里 雇佣兵在山里逃窜时 遇见两个金发小女孩 小女孩折断了树枝 引来他的仇家 就这样,雇佣兵被砍下头颅 埋在了深山 可是没想到20年后 死掉的雇佣兵又卷土重来 他化身成为无头骑士 滥杀村民 所以人们一致认为 是无头骑士杀死了范加勒父子 以及寡妇 克莱恩听完自然是不肯相信这个传说 但就在当晚 范加勒的仆人马斯也惨遭杀害 并且同样丢失了头颅 仆人的儿子小马斯为了给父亲报仇 决定帮助克莱恩查明真相 克莱恩首先对死去的几人进行解剖 发现寡妇已经怀有身孕 克莱恩想找治安官问清楚 发现治安官正和法官和医生争吵着 并要连夜离开小镇 克莱恩赶紧追了上去 原来寡妇在死前找过治安官求助 治安官信誓旦旦的告诉他 没有无头骑士 接着仿佛了反驳治安官的话 并当着克莱恩的面砍下了治安官的头 可是无头骑士没有理会一旁被吓坏的克莱恩 而是带着治安官的头骑着马扬长而去 克莱恩终于相信有无头骑士的存在 为了找到无头骑士 克莱恩和小马斯去向森林里的女巫求助 女巫告诉克莱恩想要找到无头骑士的坟墓 就必须要找到王灵树 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遇见了卡崔娜 原来卡崔娜对克莱恩放心暗许 不放心所以跑来帮忙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王灵树 王灵树干流满血里面装满了被无头骑士砍下的头颅 场景十分可怖 就在这时无头骑士从树干下的洞里钻了出来 显然无头骑士又要去大开杀戒了 克莱恩几人赶紧回小镇 可惜当他们回去时为时已晚 又有一家三口遇害 而这时无头骑士又没有理会克莱恩 杀完人就离开了现场 显然无头骑士是有目的的杀人 克莱恩猜测是有人控制了无头骑士 他利用目前已知的信息 在经过一系列的抽丝剥茧之后 终于有了一些头绪 富豪范加勒的遗产理应全部传给儿子 但儿子已然和范加勒一同殉命 克莱恩却找到公证人 查看了范加勒的遗嘱 发现新的受益人是死掉的寡妇 原来寡妇与范加勒已经秘密结婚 可是寡妇也死掉了 而作为遗嘱证人的仆人也被杀害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得到了遗产的范塔索 正当克莱恩准备进行下一步调查时 范塔索向克莱恩下了逐克令 让他返回纽约 而克莱恩发现自己的房间出现了一个诅咒魔眼 并在门外发现了一个黑衣人 他跟踪黑衣人去到森林 发现卡崔纳的继母金发女 在和人苟且偷情 当他返回发现 遗嘱已被卡崔纳偷走销毁 卡崔纳觉得克莱恩在诬陷自己父亲 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 卡崔纳的继母来威胁克莱恩 让他不准将昨晚的事告诉给范塔索 就在这时 他收到公证人上吊自杀的词讯 很快卡崔纳的继母和范塔索也被无头骑士杀死 卡崔纳被吓晕过去 露出手中的粉笔 正好和写诅咒的笔一模一样 原来一切都是卡崔纳干的 克莱恩觉得真相大白准备离开小镇 在车上 他偶然发现 卡崔纳的魔眼并不是诅咒用的 而是用来保护自己所爱之人的 他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卡崔纳准备返回 谁知回去发现 卡崔纳被假死的继母绑住了 原来继母才是真正的凶手 而继母正是那个 见证无头骑士丧命的金发小女孩 他偷走了无头骑士的头 并控制了他 克莱恩及时救走卡崔纳 继母又召唤无头骑士来击杀几人 在经过一番追逐战后 他们来到了亡灵树 继母也拿着无头骑士的头颅 出现在了那里 克莱恩打晕继母将头还给了无头骑士 无头骑士拿回了头 恢复了正常 并惩罚了操控他的继母 而卡崔纳最后跟着克莱恩回到纽约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